好同學,我們剛剛在介紹完圓的標準式、 圓的一般式跟圓的直徑式以後呢 我們也知道它怎麼樣去做化檢互換 而且我們也會用怎麼樣去判別 到底哪一個方式是圓,哪一個方式不是圓 接下來老師要舉六個問題來跟同學一起討論 那請同學跟著老師一起看下去喔 好,我們來看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通過AB2點,那半徑長是根號10 那我們知道喔 AB它的中垂線,至於中垂線怎麼算 我在這邊就不算,因為這個在之前 老師就介紹過了 圓心一定會落在中垂線上 好,那麼所以呢,我可以設這個 圓心的坐標為T跟T加1 這個方法叫做參數式的解法 那麼圓心坐標假設出來之後呢 圓心到A的距離其實就是半徑 所以我可以選A,當然我也可以選B嘛 所以QA的平方等於R平方 因為我不想要開根號 我只需要把T解出來就好了 好,所以我把QA真的帶進去等於10 那麼我們就解出T來了 其實這個圓應該會有兩個圓 哪兩個呢?一個會落在這個上半 一個會落在這個下半 那他們呢會怎麼樣?通過 好,你看像長這個樣子 你看圓心在上面的時候通過AB 在這裡 好,圓心在下面的時候通過AB 好,那這樣會有兩個答案 好,那這是第一個 好,第二個問題 我說這個圓要跟Y軸相切 它的切點是02 而且跟S軸所結的線段長4更號3 在這裡,4更號3 那麼我要求這個圓的方程式 同學注意喔 既然我要和這個A切點是02 這樣的圓 那麼它有個性質 老師畫一下 它有個性質是說 圓心到切點的連線 一定會垂直這個切線 既然這樣呢 那麼圓心的坐標 它跟A點坐標應該Y值會一樣 所以我就假設圓心叫做T0.2 至於半徑 半徑就是這一段 所以應該是絕對值的T喔 那為什麼我要寫絕對值呢? 有可能是圓 我現在畫在右側嘛 那也有可能圓是畫在哪裡? 左側 所以乾脆加一個絕對值 好,接下來 我說啊 怎麼做呢? QA的距離 這個距離是半徑 那麼 這個4更號3除以2 除以2是誰啊? 是2更號3 在這裡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半徑就是T的絕對值 那至於這裡就是2 那老師已經幫你寫完了 所以這是不是一個B4定理? 是不是? 所以呢 2的平方加2更號3的平方 那不就是T的絕對值的平方 那我們經過運算 T平方等於16 那T平方等於16 所以呢 我就可以得到這個T了 果然沒錯耶 這個T有兩個答案 一個在右邊 一個在左邊 所以 圓心知道 半徑知道 那我就知道 圓的方程式了 好,再來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它是說 我要通過A跟B兩點 而且跟S軸相切 我變囉 跟S軸相切 一樣的道理 通過AB兩點的圓 那當然要找AB的中垂線 這個圓心一定會落在什麼? 中垂線上 這我們講了好幾遍了耶 所以我就可以設這個圓心 座標是T加3 還有一個T 我當然從這個 設Y為T應該會比較好 當然你也可以設S為T啦 好,那它半徑呢 就是T的絕對值 好,再來 那麼我也知道啊 QA Q是圓心到A距離等於R嘛 所以加平方 喔,一樣的道理 我就可以把T給它怎麼樣 找出來了 還是有兩個答案 所以啊 這個圓心知道了 那麼半徑也知道了 就會得到這兩個方程式 好,那麼這個是第三個問題 再來我們來看第四個問題 這個問題很有名 它說有一個圓 通過A、B、C三點 要求它的方程式 通過這三點的方程式 我們會有這樣的做法 什麼做法呢? 我們會假設 圓的一般式 那你會問 老師你怎麼會想到 用圓的一般式呢? 理由是這樣子的 因為圓的一般式 它有三個 是我要算的常數 D、E、F 那三個要算的常數 我只要把這三個點帶進來 那三個條件 就可以解D、E、F 對不對? 所以老師會做這樣的方法 好,再來 老師開始帶了 把A點帶進來 0、0、0、0 所以F就是0 很簡單 再來把B點帶進來 04帶進來 所以又可以得到 41加F 把這個移過來 等於-16 把C點33也一樣帶進去 那我們很快就可以得到 這個D、E、F D、E、F D、E、F知道了以後 那我就知道 圓的方程式 可是我們得到的 圓的方程式是什麼? 是圓的一般式喔 如果你想要配成標準式 那你就把它配方就可以了 再下來 第五個問題 已經知道 平面坐標上有兩個點 A-90 還有一個B-10 我要滿足一件事情 PA跟PB的比值是3 那麼把這個P點 找出來的軌跡方程式 它應該 老師偷偷告訴你 其實它應該會是一個圓 那麼這樣 比值固定下 找到的圓 我們會把它稱為 阿波羅尼斯圓 會簡稱為 阿波羅圓 怎麼做的? 我可以這樣處理 我說 社這個P 叫做AKSY 那麼這樣的PA跟PB 它有一個比值 你看喔 這個固定是不動的 所以PA是PB的3倍 當然喔 我超不喜歡用根號 你知道嗎? 所以呢 我就會把它兩邊平方 兩邊平方 長這個樣子 PA平方等於9倍的PB平方 再來喔 就開始帶進去 瘋狂的運算 對不對? 經過化減之後 最後再除一下係數 會長這樣子 會變成AKS平方 加Y平方等於9 那得到的這個P 一定會滿足這樣的比值關係 這個在市面上賣的一個玩具 我們記得小時候好像有這樣的玩具 就是一直畫一直畫 可以畫很多很多種圓的這種圖形 OK 再來 第六個例子 他說從圓 長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我們馬上可以知道 圓心是1、2 半徑 小心不是3喔 應該是根號3 因為它是半徑R的平方 那麼它的外面有一個點 是1 我要對圓做兩切線 長這個樣子 對圓做兩切線 這個AB是切點 那麼我要求三角形PAB的外接圓方程式 喔!什麼意思? 那麼既然是外接圓方程式 第一個 這個是切線 PA PB 切線呢 應該會垂直半徑 所以啊 這個角度90度 這個角度90度 那麼有90度的性質 我們知道 這個PAQB 是一個四邊形 從我們國中 在 老師印象中是在國三 PAQB 當你有四點共圓的時候 這個圓周角又是90度 可見得啊 有一個性質出來了 QP就是什麼? 直徑 那既然QP是直徑 我們可以用直徑式 去找圓的方程式 什麼是直徑式? P點是1 這個圓心座標12在這裡 那麼知道圓心座標跟P 這兩點當直徑的直徑式 是不是長這個樣子 有同學說 老師忘了直徑式 沒有關係 你把它兩個相加除以2就是圓心 距離除以2就是半徑 你照樣能算出圓的方程式來 好 那麼這就是它最後的答案 好同學 從剛剛老師六個問題 我們可以知道 給予不同的條件 可以得到不同的圓的方程式 也許最後你得到的是圓的標準式 也許最後得到的是圓的一般式 也許最後得到的是圓的直徑式 那麼我們得到這三個方式其中之一 他們都可以互相化解 字幕提告 above